两位好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网记者提问 那首先恭喜两位在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我们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啊可以说是 那两位是如何评价这个成绩的 那这枚历史性的这个银牌对你们俩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您觉得对中国网球项目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这个确实会令人难忘的吧 我相信对我来说肯定不会忘的 确实是有一块银牌带回家 这也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何评价这个成绩和评价这种 我完全不用评价了 这就是最好的评价了对吧 一块银牌非常可惜没有能够拿到金牌 但是我就像我前面之前有说过银牌是细品的 它一开始的作为并不好受 但是它过了几天几周之后 你还是会感觉这块银牌很像的 我是感觉这块银牌对我们的意义是 是能激励我们这一批 也能激励我们下一批更多人去努力的目标 因为奥运会确实虽然这是一块浑霜 但它也确实是在奥运会赛场上的 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一块银牌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温可这块银牌 我觉得我们需要用更多的成绩去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影响 让大家去关注这件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